这套模具很全面 很多朋友说拉伸模具不知道怎么设计 也不知道怎么去加工的 量产更加没见过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从前往后细节展示的都非常的全面 我们拉伸模具一般考虑的就是 拉伸次数以及会不会开裂起动变形等等 而除此以外的拉伸过程的细节 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复杂 而拉伸模具除了拉伸次数以外 最后一步的旋切或者说下掉也是非常经典的 就这套模具其实就是类似采用旋切工艺 并且最后一步直接是把产品吹出去的 那么看完这套拉伸模具以后 大家觉得这个模具设计的怎么样呢 学习了解更多模具设计 请在评论区回复学习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